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又跟大家說說八卦新聞 這件事已經很八卦了 我之前經常說吃沙律吃沙律 連燈那些小朋友都不斷說大J哥吃了沙律 張佩樂 張佩樂的身材相當好 沒有東西可以挑剔的 有些人說他不行的,你本身也不行 他是很瘋的,身材非常好 樣子見仁見智,各花入各眼 不過主要來說我覺得他的樣子很可愛 我們待會先重心說這件圖式緋聞 唉,真的 因為那個男生其實 五仔也跟他有個一面之緣 跟他看過一套三級片 哈哈哈哈 你應該記得我吧 如果你在看我的節目 那時候你跟我補習社的同學 那時候你們拍拖 所以發現你也挺能追求女的 你本身已經扔著兩件 那我待會會全力說的 不斷在前面說少少 旁邊的台 就是TVB 昨天有人在網上瘋傳了一張照片 就說TVB也玩《造星》 然後一看封面圖 那些網民就打了一些評語 就說整件事很差 老實說 各花合各眼 不過普通人走出來 十幾二十個男男女女 大家一起說我要做明星 那這件事當然不會有型 也要有勇氣 你還要在TVB這個台 一個選手節目講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 一定是被人笑 比較 那你見到TVB剛剛看到ViuTV的勢 真的非常厲害 那他就學人造星 做一些年齡層很低的那些 全部都是十幾歲的 平均年齡只有十七歲而已 那有網友說人做什麼你做什麼 其實這個點是不能這樣說的 那始終你說捧些明星出來 誰先做呢 只不過是現在都有人關注這件事 那期興什麼就做什麼 一向都是這樣 電視也是這樣 網絡也是這樣 那這個不能說人 我可以這麼說 就是TVB一早都賣光報紙 報道說他這間公司 是對員工多麼差 多麼黑薄的 做了幾十年也是這樣 剛剛入行也是這樣 楊二的姐姐也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還要入電視台做呢 我又想說一點 前幾天 前兩天 希哥都被人罵 他就說他不看電視 那些人就說 你不看你沒有資格說 我想說 我看到你們的年齡層 我又知道你們為什麼會有代溝 希哥那個年紀 就是二十幾歲 他小時候 十年前就是我剛剛在網絡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有句對白 就這麼說 有個訪問問我 他說你沒有看電視的嗎 神經病 看電視 年輕人 來的嘛 喂 希哥小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你說追星那些年輕人 他們真的不看電視 他們真的 一有個手機影像的時候 個個都是看手機的 誰知道現在的人 看回電視的意思 因為電視都開始轉入手機 機器 iPad 和網上的東西 都可以駁到電視看 這是年代的問題 所以你們又不可以說 知不知 香港人 他們是這樣長大的 事實上 那現在 看到 這期的香港 就很流行造星 那TVB這班 可以嗎 其實有版你們看的 林欣彤 可以嗎 對 之前星夢的 可以嗎 有錢的 你還可以看到他 沒有錢 不太會做的 你就看不到他 看到有一班年輕人 想做明星 我經常都說 唉 你們都是找個位置 出鏡而已 之前參加ViuTV那些 我會勸他們 搞一些自媒體 有些網友都說 其實很多人參加 《全民造星》 他們都是Youtuber 這樣 那TVB這個就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 你們選了TVB這間公司 打算在那裡選獸 真的不行 因為很多網上的人都在說 這個是不是大灣區 全民造聲音 不多不少都可能 會被公司影響到 大家的星徒 老實說 這個宣傳片 又是拍得 很漂亮的 你給我玩 我寧願拍搞笑 他現在很尷尬 整件事 要型又不型 要夢想又不像 又不像 不過你說可以 整班人全部脫了口罩 一辣地走出來 又是賺命薄的 這些事勢 唉 總之 很難做的 我現在回望我以前在演藝圈的日子 基本上都是一盆債 哈哈哈哈 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知道在追什麼 不知道在找什麼 只知道我要這樣做 很難說的 可能他早日不知道哪一個 又行 都不頂 真的很難說 所以 暫時看到他搞這個節目 就先說這麼多 說回來 搞得都算很成功的ViuTV 全民造香 看到他剛剛在演唱會裡 炒完姜濤的熱度之後 就開始玩其他東西了 玩緋聞 有兩個男生 都同時在娛樂版上 被人報導 有些戀情 我先說這個比較快講完的 這個叫做Murror成員 陳卓妍 他說他被花姐開綠燈拍拖 但是我之前說的新聞說 有個女生說 跟一個男生拍拖很多年 進了電視台做藝人 很多人都猜是他 他想不想要澄清一下 這件事 他現在又說 這個男生 跟這個索毛Amy 就拍拖 哇 究竟之前那個 跟什麼學校師兄那個 是不是他 這件事也是很朴朔 網上很多人敢猜 不過他沒有認過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年輕人 可以找回他們的 可以找一些網上新聞來看看 另外一件事就比較轟動 因為其實不關兒子的事 我覺得那種轟動 始終那位女主角 真的很勒索 我偶爾都在連燈看到她的照片 甚至在攝影師group 有些攝影師在問 沙律為什麼這麼薄 我也覺得她很薄 她不是性感那麼簡單 她是多角度性感 那些女主角性感就說有條線 她的線已經是在下面炒上來的 那些叫做 藍半球驚偉線 真是厲害 這些是 以前我小時候 算是 葉子微級數了 已經是那個 性感程度 不過現在就沒什麼 現在就沒什麼 因為之前 這些框都是 差不多勁抽 這些都是 我們的獨男之腹 她現在說被人摸了 這位叫做 吳保錡 就是ERROR的其中一員 這個男生 其實我之前 跟他看過一場戲 我想你也認得我的 那時候我約了我補習社的同學出來 他就說 給多一張票 我啦 我想跟我男朋友來 他來到他介紹你給我認識 你是男朋友 當時 那女生是誰 就不要說 你說我補習社有哪個同學 其實當日你看那套三級片 那張票就 我請你看 哈哈哈哈 那不要緊的 那時候那女生 介紹她給我認識 都說她是ViuTV的藝人 我對她的感覺 覺得她也算是高高大大 挺潮 勾兩隻耳環 她的造型也是挺潮 你不會覺得她老套 她做藝人 也算是這樣 有潮流觸覺 轉這麼多造型 有些人就批評說她不英俊 有些人就說她像八兩金 事實上我覺得就不是的 她那時候 是她那個冬菇頭像八兩金 我看到她的髮型都玩到 轉得很厲害 你問我她像哪個藝人 我覺得她有點像 剃了鬍子的黃明志 是有點像 不過她是模特兒版 她跟我差不多高 你說這些款 混了沙律 那當然是有很多 讀L的葡萄 是不是 沙律 無論是大J哥那塊沙律 還是這兩塊沙律 我們都很想吃 但是我知道 有些女生都不太喜歡沙律 那當然 老實說 我經常說 你一行性感 你圈不到女粉 通常變成男人的性感女神 變成女人的公敵 那麼沙律 也是男性觀眾向更多 這個ERROR的吳寶琦 之前我有個朋友介紹你們的節目給我看 我看完那個節目 什麼ERROR遊 才發現這個男生 我跟他看過戲 他那些節目 就是做什麼整骨 整骨花姐 其實那時候我也覺得挺好看 以製作來說 但是口味來說 我不喜歡看整骨的東西 但是以你們的付出 拍攝那些的辛苦 想這些 撈架的娛樂觀眾 我覺得你們是有心的 所以我經常說 我是不滿他們這樣搞頒獎禮的 但是你們的節目製作 我也是OK的 我覺得他們都是在走一個另類的路線 有些人就說 你這個兒子怎麼會 找到這麼多女兒 因為這一單其實就 不是簡單的 一個ViuTV的男藝人 和一個大眾的獨男女神 阿沙律 拍拖這麼簡單 原來就說 他有一個正印的 正印惡然 我們沒有分手 我們沒有分手 報紙又寫到三角戀 我看看 不是吧 又有一個正印 我想想想 我之前的補習社女同學 說你們男朋友 是不是四角戀 我看看時間序 他說他和正印在2018年 年尾一起 我們看電影 我記得就是 2018年 年尾 應該是 不過應該是 你和所謂的正印拍拖 應該是之後的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搭著 跟我的同學在一起 不過這些事不關我的事 我就是想表達 其實這個男生很能追求女 等一下就研究 為什麼他這麼能追求女 因為很多連登仔都在問這個問題 他說 你怎麼沙律被人吃了 第二個大J 又說到 看一些報道 就說 沙律和兒子公開了戀情 但是報紙就去問回 所謂他的前度 但他的前度就大感錯愕了 他說 我沒有說分手 他沒有說過分手 他都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不是前度 他透露 他原來和吳保錡已經拍拖兩年了 兩個人在2018年年尾ViuTV 情人節宣傳活動認識 2019年3月拍拖 他說自己和保錡感情一直穩定 剛剛10月30日他才幫我慶祝完生日 所以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說10月30日到現在也有兩個多月了 但是透露雖然兩個人似乎沒有什麼分手的預兆 但是他說 那個男生近來態度有變 三個禮拜前突然態度很冷淡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最後他的證人叫Carrie 就指兩個人拍拖是公開的秘密 其實我們很多common friend 和fans club裡的人都知道我們的關係 他又指報導曝光之後 需要和保錡好好談談 因為怕影響保錡的工作 就不方便說太多 嘩 又搞這些三角戀 三角戀 我重申 我所知的補習社的同學 應該是這個女生之前 如果那個女生 又不知道 原來他跟那個所謂的證人拍拖 這些就越搞越複雜了 不過 你們的感情關係不關我的事 SALUT 我也想關我的事 但當然不關我的事 對不對 有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要酸別人 混合這麼多美女 老實說 五仔哥說這麼多年 感情事 和美女拍拖又有什麼好酸呢 我以前 又是差不多 不過現在我叫收心養勝了 對這些男男女女關係沒什麼興趣 不過大家想聽我便說一下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男生是OK的 在外形方面 你會覺得他是像一個模特兒 闊薄橫肩 我樣子 就一定不是最英俊的type 現在的審美眼光去計 有些人就不認同 不過我用大家都會有些認同的說法去說 你當男人分了跑馬 五班馬 一班馬就最厲害 最正 我當是姜濤那些 男神 好嗎 有人覺得是姜濤 有人覺得是彭遠眼 有人覺得是吳彥祖 那一班馬 是不是最能溝到女兒呢 我覺得不是的 男女也是 最漂亮的男和最漂亮的女 都不是最能溝到異性的 因為她漂亮 她有距離感 人們不敢跟她說話 就算跟她說話 都是說話 她沒想過她會溝到她 她沒想過 她只是覺得她很漂亮 跟你聊天 都是我的榮幸 這些就是男神 就是一班馬 最能溝到女兒的 肯定是二班馬 二三班馬 三班馬可以堆砌到二班馬 例如明星光環 她是電視台藝員 她有節目 別人認識她 她是新進的藝術 就算她不是顏直上可以上二班 她各樣堆砌上去 加了一些配備之後 她又可以上二班 二班馬最能溝到異性 她不是男神的距離 但她又是正的 一個人漂亮 好看 順眼自然 人們會繼續看她 這個男生 你說醜 我又不覺得 一有公司肯簽的藝人 起碼會有人覺得她是可以的 不要說是最好的 但起碼是良好的 我覺得她是正的 但如果逐個五官計 她當然不是完美 她才是二班馬 如果她是完美的 她就是一班馬 她在這個班數裡面 一定是混得最多女 你想想 低班過她的 她一定會混得到 同班那些 不敢混一班 又被她混得到 一班的女 二班又不會爭太遠 她又會去混得到 在這個班數 她最多選擇 當她經常接觸女性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她習慣了跟女性溝通 有時候說那些五班馬 就是所謂的毒L 肥矮、毒七窮 她們根本上是 連跟女性說話都害怕的 也沒有女性主動跟她說話 不過我想說 其實無論你是最低班馬 你可以靠後天的努力繼續上去 那說回二班馬 我就覺得她 那個外在條件一定是混得很多女 每一樣都是優勢 就是她的身材 她的骨架 基本上 我經常說愛情是遺傳學 如果你生個兒子出來 好像她那樣高大 其實就沒有問題 她健康 你會覺得她是健康的 如果是外貌上 她又不是很差 她不是脫皮脫骨 她也算是市井 在身份上 喂 是Farm J來的 是藝人 當然是容易點 溝到女的 明星光環 你拖她出街 跟你背個LV一樣 女人最受樂就是這些虛榮心 我揹個袋 你知道是什麼袋 名牌 你跟藝人出街都一樣 名人 所以我小時候說 我不會喜歡名牌 我只是想自己做名牌 對 應該有這個心態 所以我之後看過一本書 你好名牌的人 基本上的人都沒有什麼自信心 不過 一個名人對追女生 絕對有好處 看到她現在跟SALUT 有段暖情 真是葡萄死人 那是不是呢 我想一中的毒LV就會是 那我自己覺得 也有一點葡萄 不過不會特別葡萄 其實每一個美女身邊 有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都會被人葡萄 對我來說 就不是那麼強烈 不過 可以說一些 喂 雖然某些artists 是很能溝到女的 但是 通常常只顧著拍拖 溝女的artists 都是沒有什麼成就的 這一方面 就是她現在這樣爆出來 這件事 我就想 講一下一些 叫做 旁觀者清的一些說話 就是 你想想有 哪一個artist 是狂溝女溝到瘋了 然後 他在演藝界的成就是可以的 我只想到成龍 那我們說回近代一點 Boys的Steven 周永恆 陳冠希 陳冠希 我覺得 都是因為這些東西 曝光之後 就消失了 在娛樂圈當中 數出來 好像沒有什麼好結果 我覺得 溝女 真是適可而止 還有 搞到這麼複雜 又說 證印都未散 又跟那個人一起 那個人又已經 好像說公開了 這些 不是那麼好 始終 你說被artists炒新聞 炒熱度是好的 他不炒這些 渣男女神 SALUT 我都不會說 這些是受了人關注的 不過這些 這些花邊新聞 是不能夠在娛樂圈裡經常做的 你做一宗就有人認識你了 做多幾宗就 塗色糾紛了 變成 你第一宗認識他 挺好啊 有些人說他不漂亮 不過不是 都 找到女兒 應該會變成有人說 有talking point 不過長期下去 就不行了 真的 我看就沒有一個不行了 所以 如果對的 就這樣算了 將那個 焦點放回 自己的演藝事業上 我就覺得 會更加快